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 有民俗学家表示 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中 其实蕴藏着丰富的中医防疫保健知识 堪称是中国古代的卫生防疫保健节 那么端午节到底有哪些民俗讲究 近日民俗学者杨信在受访时说 端午之特殊从祝福雨开始就与其他节日不同 为什么说五月端午大家互相要祝安康呢 因为端午节呢是五月初五 实际呢就是夏至已到 全年气温最高的日期到了 天气呢湿热多雨 五毒啊也都开始盛香 这人呢容易发病 民间一直有流传善征月恶五月之说 到了这个端午节啊 民间呢也有很多的防疫的办法 所以呢我们每到了端午呢 人跟人互相见面以后呢 问候的是安康 并不是快乐 此外在食俗方面 端午节也有其独有之处 除了各地的甜咸粽子 雄黄酒等 在中国北方地区 每逢端午还流行吃一种特有的糕点 就是五毒饼 其实这五毒饼啊就是用这个模子上头啊 刻着的是蝎子呀 蜈蚣啊 蛇呀 五种有毒的这个动物 所以把它们做成这种糕点的形状呢 把它吃掉 尤其是让孩子吃 觉得呢是五毒不寝 要说这五毒饼啊 其虫啊 最主要的是莲蓉啊 豆沙呀 等等吧 夏天去暑去凉去湿 这都是北京人最喜欢的这个五种馅 除了通过舌尖上的美味 强身健体 祈福消灾 每到端午 人们还会通过在屋内外悬挂昌浦 艾叶等植物 用来消毒灭君 拘除害虫 在端午节前后啊 一般传统的人家呢 是在家的门前呢 插上昌浦和艾叶 这个昌浦呢 像了两把大宝剑 所以呢 又叫蒲剑和艾虎 经典文学红楼梦当中呢 曾经有一句叫 蒲艾三门 虎伏细臂 后来呢 人们又把这个花呢 添成了石榴花 蒜头和龙船花 合称为天中武锐 这五种凑起来呢 就是专门克制这五毒的 艾叶呢 有去痰 消炎 化寒湿的功能 这昌浦根啊 还有驱风鞋 利尿 阵痛的作用 石榴花和龙船花啊 颜色呢 似火 有灭君驱邪的作用 大蒜头啊 因为气味新烈 也有呢 驱虫杀菌消毒的作用 杨信介绍 防疫保健的传统 还体现在端午节民俗的许多方面 过去的文人家呢 喜欢在这个期间 挂 钟葵 因为这个钟葵啊 是一个非常的忠厚 做人耿直 五毒不寝的那么一个英雄 画的这钟葵的红色 基本上都是用的 朱砂 中国传统民俗里头 朱砂就是一个驱邪 扶正 去尸的一个作用 另外一种呢 家里人在这期间 要给未成年的孩子准备香囊 这香囊里是什么呢 实际就是 朱砂 是熊黄 还有昌普夜 爱好夜 挂在小孩身上 所以呢 五毒不寝 简洁版的呢 孩子呢 身上呢 要挂五彩的丝线 这四线什么时候除去呢 在五月当午之后的 第一场大雨之后 四线可以从身上摘除 民俗学者认为 端午节的健康防疫习俗 既体现了古人对生存环境 和自身健康的关切 也蕴含传统中医 防病治病的科学智慧 所以把端午节 称为中国古代的 卫生防疫保健节 一点也不为过